一辆802号公交车穿梭在夜色中 由于这是一趟末班车 所以车上没有什么乘客 当经过一家加油站的时候 司机突然想小姐 而且是忍不住的那种 于是司机就向后面的两个乘客打招呼 不好意思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 此时车上就两名乘客 一对母子 他们没有出声 只是一脸惊恶的看着司机 而司机心里毛毛的非常不舒服 什么嘛 现在公交车司机连方便一下都不行了吗 算了 还是别和乘客计较了 等会儿又要被投诉了 趁着上厕所的功夫 司机还不忘从口袋里搜出了一瓶威士忌 并咕噜咕噜的闷了两口 因为这是末班车 路上应该没有人查 就在这时 司机看到了厕所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 他们正在刷刷的织网 而司机从小就害怕蜘蛛 吓得急忙逃了出来 重新回到公交车站后 那对母子已经睡着了 然而司机又掏出了一瓶威士忌 因为刚刚那一瓶在逃跑过程中不小心摔碎了 幸好车上多变了几瓶 可以爽快地喝了 不知不觉中 司机就将这一整瓶全都喝完了 很快司机就感到了醉意 脑袋嗡嗡作响 身体也不受控制 最后一个转弯的时候 司机没有反应过来 公交车直接撞上了护栏 并从悬崖冲了出去 幸运的是悬崖下面有几棵大树根 公交车没有摔到谷底 而是挂在了树根上面 而司机也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头磕了一下 他急忙转过头 看看那两位乘客有没有事 结果那对母子已经被撞死了 完了完了 此时此刻司机心里十分暗悔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了赶快报警吧 不然自己就要掉下去了 可是这里没有信号 根本无法求救 不过也不用慌 毕竟公司的人实时监控着 公交车的行车线路 他们看到线路异常 会派人过来查看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将威士忌的残渣清理干净 如果被发现了就惨了 清理完毕后 司机就靠在座位上等待着救援 等了一会儿 司机感觉很困 眼看就要睡着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转身一瞧 只见那个死去的母亲 突然张开嘴大笑 并且从她嘴里 还爬出来好多小蜘蛛 下一秒 那个母亲和小蜘蛛就消失了 司机顿时就懵了 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在做梦吗 紧接着 一辆救援直升机 朝这边飞了过来 司机非常激动 终于有救了 于是司机打开手电筒 朝着直升机挥手呐喊 然而就在直升机 准备过来救司机的时候 一个巨型的人脸大蜘蛛 突然从天而降 一口将直升机给吞了 司机吓坏了 他想逃跑 可是根本无路可逃 紧接着 一根触手狠狠戳进了司机的胸膛 将司机给挑了起来 这一刻 司机看清了蜘蛛的脸 居然是那一对母子 司机终于醒悟了 对不起 是我害死了你们 我知道错了 请原谅我吧 没等司机把话说完 母亲张开嘴巴 一口将司机吃掉了 画面一转 来到了一家安宁梦衍公司 一位负责人 带着一位王先生 参观了他们公司 通过大屏幕 王先生可以看到罪犯 正在接受一种狠心的刑罚 原来在这个时代 所有的罪犯 都会受到这种虚拟的精神刑罚 居然这种刑罚 可以让再犯率减少80%以上 而那位司机因酒驾 害死了一对母子 所以他要在这虚拟世界中 重复的度过这一千多天 小油漫画 下次再见